十几天后,韩丽终于看到了远处依稀有些熟悉的高大飓风。 这时,清原子的顿光却默然一顿停了下来, 韩丽一震之下,自然也同样停在了远处。 韩小友,你此行应该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并且另有收获。 老夫算还清了你的人情,所以回去之后,老夫就不准备多留道友在此地, 而是打算立刻封山,专心准备下次的大天节之事。 要而只有法力同样进阶到合体,才能助我一臂之力。 所以老夫要带着他一同闭关,他突破瓶颈的丹药,老夫早就为他准备齐全。 除非他能够顺利进阶合体,否则老夫是不会轻易放他出山的。 韩小友可懂我的意思。 晚辈自然明白前辈的意思。 前辈就替晚辈向圆阳二位姑娘告辞一下,在下这就不再回洞府,这就离开此界。 韩小友莫怪老夫不讲情面,实在是,姚儿在此关头和小友多接触无意。 若是相处时间略长,尽皆是心魔一关,恐怕难过,老夫不得不预防一耳。 前辈误会了,晚辈对圆阳姑娘并无其他想法,只是当作一位红颜之己。 小友将摇而当成红颜之己,但在下这位义女,可就不一定是此想法了。 啊,晚辈不知如何解释,想来前辈也不想听在下解释之言。 不管如何,韩某这一次能顺利拿到明和之辱,多亏前辈大力支持,此恩在下铭记在心。 晚辈就不多在此地逗留,希望下次再见之许,前辈已经度解成功。 嗯,那江某爷欲助小友,能够有机会进阶大成。 韩力见此情形点了点头,提表灵光一闪再次化为青红远去,目标正是上次离去的那处空间裂缝所在。 以前他修为不足,还需清原子出手相助才能从裂缝中离开。 但现在他已经是近期合体中期,凭一人之力,自然就可轻易破开裂缝而走。 清原子一惊飘飘,在高空中一动不动,直到清光彻底从天边尽头消失,才发出了一声低不可闻的轻叹。 这小子进阶如此之快,又得到如此多明和之辱,想来进阶合体后期绝不成问题。 但想若进阶大成,没有一丝机缘,应该不太可能。 不过,他也是一个怪胎,身上宝物和秘密着实不少。 进阶大成,应该是一件说不定的事情。 这一次我也算是尽心全力助他一把,万一他日后成为大成修士,说不定还有在借助此人的机会。 自语完了这几句话,清原子将目光一收,顿光一起向洞府击射。 小半日后,明和之地的某座无名山峰高处,突然一阵剧烈空间波动,然后灰蒙蒙雾气已分,凭空现出了一道黑乎乎的巨大裂缝来。 接着一声惊天霹雳后,一道五色光柱一下从山峰顶部击射而出,一闪即逝,没入裂缝中不见了踪影。 随之空间波动开始变弱,巨大裂缝缓缓弥合如初,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过一般。 时间飞逝,三百余年的时间一闪即过,对偌大的灵界来说,这些时间可能是其漫长岁月中一眨眼功夫,但相对普通凡人来说,却是其一生的寿远。 至于对那些可以飞天遁地的大神通来说,如此长岁月也只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光阴罢了。 那些宗门世家甚至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培育出数代族人和弟子。 不过对整个人族来说,这三百年时间却足以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数百年后的今日,整个人族三境之地已经可以建成群结队的假式和一座座堡垒般的巨大城市。 而以这些巨大城市为中心,一个个式样各异的法阵禁止更是仿佛猪网般。 将城市围了一层又一层,足可让妄图进攻的敌人为之绝望。 那些在数百年前对一般城市来说根本难得一见的结单原因等级修士, 更是开始频繁出现在凡人面前。 甚至有些机缘好的还能偶尔看看化神级的修士。 至于那些凡人的炼体式数量,经过这些年各大势力的疯狂补充, 更是接近翻了十几番,并均都配备上远超从前的精良武具。 至于其他的一些炼体术士都无法修炼凡人百姓, 也会专门组织大量青壮年,修炼一些凡人的武学, 好能强身健体并拥有一些自保之力。 而这一切几乎是所有凡人百姓自愿进行。 因为到了这时,有关下一次摩羯即将到来的消息, 即使是三岁的孩童都已经知晓得清清楚楚。 在百余年前,各大巨型城市中更是各自出现了圣道使者, 直接宣布了摩羯将在两百年内就要来临的准确预测, 并且凝重地直接说明这一次摩羯来势汹汹, 危机之大远非以前历次可比, 一个不慎真可能让整个人族就此灭亡掉。 如此一来,整个人族无论先凡大惊之下, 均都一下比先前数倍速度发疯般的准备一切应对手段。 各大仿式中的各种材料灵药更是迅速被扫荡一空, 只有各大宗门世家自有药园中还有一些正在种植的灵药, 而这些灵药也和以前种植的稀有灵药不同, 大都改换成成熟期短,但又非常常用的灵草灵花。 以至于各大势力以前遮遮掩掩尽尽力隐瞒一些事情, 更是仿佛井喷般纷纷在现实而出。 更有一些大势力开始频繁交流一些各自所需的秘书功法, 妄图在短时间内就让自己势力更大一节。 当然仁族这些势力中最大的虽然还是天渊城和三大皇城, 前者聚集了仁妖两族的精锐所在, 并有十大合体修士坐镇其中, 基本上算是稳弱泰山, 后者则是汇聚了三境之地的高洁修士, 并有三皇亲自镇守, 在一般人心目中同样是牢不可破。 稍刺些的实力虽然就是仁族中的十大宗门, 三大真灵家族之类的存在, 同样吸引着众多的凡人和散修迅速汇聚而去, 短短几百年时间人口就增长了十倍以上, 几乎到了他们都能够接受的极限, 不光仁族面对这次摩羯颇有破釜沉舟之意, 妖族和附近的其他几个种族也同样整族动员起来, 各族在这三百年中更是频繁派出使者, 相互传递一些摩羯相关的信息, 均打起一百二十分精神面对摩羯。 就在这么一副全民皆兵的情形下, 在离天渊城不远的一片山脉中, 大约有三四百名修士聚集在一座山峰顶部, 聚精会神听着一名盘坐在巨石上的白衣女子, 讲述着某篇异常玄奥的功法。 这女子看似不大, 只有十七八岁的模样, 但是体表竟被一层层的乳白色莲影包裹着, 眉宇间一朵深蓝色的莲花标记, 镶嵌其中, 让此女越发显得清丽脱俗, 犹如不识人间烟火的天上仙子一般。 而这些听到的修士, 虽然男女老幼都有, 但大半都是道装打扮, 另有一小半则均是蓝袍卑剑, 似乎也同属某个宗门一般, 不过这些人的修为显然都不算太高, 只有寥寥数人的结单修为, 大部分都是助击期的修为。 好了, 今日讲法就到这里了, 下次开讲会在三个月后, 将有你们师伯, 亲自给你们讲述五行之道, 现在可以离开了。 足足一个时辰后, 冒昧女子终于将法诀讲完, 然后平静地下了逐客令。 仅遵是不法识, 是不法识。 数百名修士文言神色肃然, 同时朝女子大礼参拜, 然后恭敬地预保离去。 白衣女子望着这些人远去的顿光, 忽然怠眉一皱, 冲着一侧的某棵大树淡淡地说了一句, 太师兄, 这些弟子明明是你和七灵子师兄所收的弟子, 却偏偏抓师妹来替你收客,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点吗? 哼, 本大少当初可没想过收什么弟子的, 还不是上了大师兄的大当, 才收下了这么一大堆的麻烦呢, 况且啊, 师妹以神隐大法讲到的话, 那可比我和大师兄强上百倍的, 否则这些门人也不会短短数百年就有如此惊人的进步, 连杰丹修士都出现了好几个。 这些弟子有如此进步, 只是小妹的功劳, 大半都是师父以前所赐炫鱼丹药的功劳, 那些丹药我等都已经用不上了, 倒是便宜了你二人的弟子了。 不过七灵子师兄收下的一些弟子, 是为了让所继承的雾海关能够发扬光大, 你何必跟着凑着热闹呀? 这根本无法怨我啊, 都是七灵子当初故意激我, 才会变得如此的。 二师弟这话说的可就有些违心了啊, 也不知道当初是谁听到如此多弟子口称师父之事, 嘴巴一直都是无法合拢的。 一声清啸也从附近的另一棵树后传出, 接着灵光一闪, 一名身穿黄袍的道士也诡异地浮现而出, 三人正是韩丽的三名寄名弟子, 白骨儿、七灵子、海大少。 三百年不见三人的容貌和以前丝毫变化没有, 但神态气息却和以前截然不同。 白骨儿和海大少赫然都是原英初期的修为, 而七灵子修为更胜二人, 已是一名原英中期的修士。 哦,对了师妹, 说起师父,他老人家两百年前从蛮荒世界返回以后, 就再次闭关不出, 难道师父还真打算再冲击核体后期的瓶颈不成? 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 现在师父闭关被层层禁止包裹, 连冰封师姑都无法靠近封毫, 看来师父纵然不是打算冲击后期, 估计也是在修炼一门不得了的戴神童, 这才不想让我们打扰的。 当年师父从合体初期进阶到后中期, 也不过是花了三四百年的样子, 若是在短短的时间就成功进阶到后期境界, 纵然知道他老人家远非同阶修饰可比, 但也未免太害人听闻了。 要是师父这一次真能进阶后期的话, 无论对我们三个还是对整个人族来说, 自然都是天大的姓氏了。 不过我想此事还是不太可能吧, 毕竟从合体中期到后期, 光是进阶需要的庞大法力, 正常情形下也需要一两千年的不断苦修才可, 区区数百年时间, 实在不足以凝聚出足够的法力的。